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说你别看它是一个简单的东西 而就去无所谓的面对它 当一个人连自己的工作都看不起 过且不论别人怎么看我 大致也离成功远去了 刘在红想表达的其实正是这个意思 因为麦迪瓜球对他来说 曾经就是那份让他脸上无光的工作 应该是说我从蛮年轻的时候会去 去看我的上司看我的老板 他的成就 那我想要去复制他的人生 譬如说我的上司他是经理 他领8万 然后我觉得我可不可以去达到他的成就 他做了地瓜球 当初是要补那个上一个工作的缺口 因为那边赚得不够 所以希望再多一个来做 然后后来做我就发现 地瓜球的客人的反应回响比较好 那甚至你就从上面做出了信心跟兴趣 对工作从自卑到自信 嘴里吐露的虽然清淡 但刘在红始终明白 地瓜球早已是他人生逆转胜的救命符了 这个周末夜夜市里的小摊子人龙没断 两个大男人加工读生 地瓜球先又压又挤 有过这一头压杆不曾停下来 打包装带的更是不敢喘息了 或许好生意对外人来说 不过就是一幅再日常不过的街头景象 但至于这个今年刚好迈入五十的三个孩子的老爸 其实真能堪称是莫大成就 起码靠着地瓜球 他终于慢慢把债清还 并且撑起一个家 应该说台北的孩子 你从毕了业 像三万多块的薪水租个房子 你剩多少 所以一直以来就是月光族 那月光族所以你不期待你有婚 你不期待你有小孩 你不期待你有买房子你有车子你有未来 你当然知道说要存钱 可是你就是也没有什么好存的 老板今天两代 也许该说 刘再宏的成长历程也跟创业一样充满波折吧 学生时代父母离婚 他不爱念书甚至逃家 也因此提早阅历了人生百态 打工学过美法 习餐西点 也当过蒙古考虑师傅 坐过房仲开过公车 他说自己甚至还在赌场酒店历练过呢 譬如说以前有赌博的餐厅 然后等于说店子有一场 然后酒店 酒店我当吧台 然后就头上被人家开枪 然后他打破水管就交了我一声 然后这就是开枪 然后当然也有兄弟为事 喝醉酒的然后就会被打 其实他个性既不狠也不坏 所以淤泥里待久了 自然晓得自己其实一点也不适合那些灯红酒绿 偏偏一谎言以三是好几却一事无成 当年恰巧亲戚在景气刚崛起的摩铁业上班 所以建议他只要入行认真做 当上主管 那就是入股加分红 月入十几万也不成问题了 于是他也真的进了Motel扎实苦感 且一拼十年 只是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光景不在 就是这个迫不得已的理由让他想方设法创业 一开始先在领口加盟卖卤味 也贷款便开白牌继承车 谁知道后来两边收入都不起色 他只好在小文生一来做 就这么卤味摊糖推来了地瓜球摊车 问题是说我失败率太高了 因为我一开始用手压的 所以我可能温度都不到 因为我很怕温度过了会烧焦 所以手压的速度赶不上他们的压锅 所以我就是人拼命地压 我的温度不敢拉太高 所以我那时候可能一起锅就哇 全部的地瓜都凹下来了 回想五年前那段时间 起锅后三分之一的地瓜球全是塌陷的 那该怎么卖 等于没有人可以告诉你 因为你也没有加盟 你也没有说真的跟人家学了功夫 你就只是想说把它想得很简单 我买原料我就可以做地瓜球了 像今天的形状算OK的 有时候像夏天产季过后的地瓜 比较长得歪七八年 倒沟啊歪的 所以你滴也不好削 然后我蒸完之后 我还要把表皮的纤维一直撕掉 因为那个在做成原料的时候会 会你会一个有点像硬掉的疙瘩那种东西 光是如何去除口感上的疙瘩硬快 从零开始他就不知摸索了几百个日子 所以看似简单的地瓜球 不单单是原料大有学问 小丛粉团过筛 大到油温挤压次数 管管可是都充满窍门 无奈的是留在红当时早已经负债累累 那还有多于能耐在花钱买技术呢 应该是说一号要付电房租 五号要付家里房租 十号要付薪水 十五号要付什么 就是永远都在追着钱跑 我们那时候住二十楼 一开始去觉得哇好漂亮的风景 可是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就看到 哇是好想可能想要跳下去 就那时候真的是会有这种 这种沮丧的心情 那一时真是走投无路了 从不信鬼神的他被家人拖着去算命 结果当下就迎来当头绑合 他问我在从事什么行业 我说我现在在卖地瓜球 那可是我的态度就是 我好像在斗西基业 所以我没有办法再卖地瓜球 他就很生气骂我 你自己的行业你都不尊重 但怎么会成功 你怎么能受到人家的尊重 也许正因为对职业的不尊重 加上自卑感作祟所以才盲点连连霸 柳在红说 其实当年同一时间 一起向供应商拿原料卖地瓜球的 还有哥哥跟朋友 其他两人在不同商圈各自砸出一片天 唯独他卖不好 却把失败权归咎于自己摆摊的地点太差 直到有天到朋友的摊位去帮忙 才一系恍然 应该说一开始去 我很嚣张地跟他讲 我就跟我朋友讲说 我可以取代你 因为你有这么好的地 那他也是一笑置之 那等真正跟他做完了这几天之后 我才发现 哇 原来人家成功是有人家的要求跟严谨 严谨的要求诸如当今流行软糯油咬劲的地瓜球 某种得用压杆边炸边压三五十下 但过去刘在红却总认为 地瓜球不就该是外酥内软的吗 何须炸到跟饼干一样脆口 我说哪有可能 我压六七下就没了 他说那你不懂 然后甚至温度 甚至几度之后会散发出香气 焦香糖会跑出来 然后他甚至被油温喷到 他就可以吃到几度 是这一堂震撼教育课 让他从此心不口服了 从不崇尚美食的他开始下苦工 致变全台的瓜球 且还仿照神农长白草那一般 以着大众口味一步步从原料做法改良 再从油温尾调 像我们因为是手工切的 然后原料做的比较没有那么湿 所以我们在切出来的时候 容易有一些干裂的情况 那干裂的情况 你如果用过筛筛过之后 它表面会变光滑 就会很像机器切的 可是如果你不过筛那么干净的话 它就会炸起来有表面的酥脆感 开窍后站稳了脚步 终于在前些日子 他靠自己的力量做出地瓜球的原料 再也无需仰赖供应商 后来一不做二不休 细节更是小到路边摊小点 也讲究日本料理店的卫生 跟旅馆业的服务水平 就应该说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那时候之前的 问过我说你最感谢什么 我最感谢 我没有放弃我自己 那时候是这样 因为真的当你失败的时候 人生是很沮丧的 那除了家人的支持之外 就是自己没有 就因此而想说一败涂地 我就这样子 就还是能找到自己 可以做的 喜欢做的 一直坚持起来 真是还好呀 还好最简单的时刻 自己没有放弃自己 且如果不是坚持下来了 又怎么能领会 成功之所以温醇有味 那是因滋养它的 每一回失败都深切了